一圈子决定人生,接近什么样的人,就会走什么样的路,所谓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牌友只会催你打牌,酒友只会催你干杯,而特普的人却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,而如果你没本事更好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,那你起码应该牢记一点,不轻信,三个你还没有足够强大,足够优秀时,先别花太多宝贵的时间去社交, 多花点时间读书,提高中业绩呢,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,提升自己,你的世界才能更大,死想要活得开心,就不要与少官乱长短,不跟傻子讲道理,不和三官不同的人正论是非,无止又不回避痛苦和迷茫的人,才有资格去谈乐观与坚定,命运不会厚待谁,悲戏也不会单为你准备, 另很喜欢这句话,最简单的教养,就是适当的回避别人的难堪 七,一个人的成熟,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上,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合适,不迎合也不抵触,只淡然一笑对之,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时,这就叫气场 八遇到事,先处理情绪,后处理事情,情绪处理不好,事情会更糟 九战前顾后的人最迷茫,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东江西望的人最累,因为总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难 十要得到你想要的某件东西,最可靠的办法,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茶里芒格,十一生活本不苦,苦的是我们欲望过多,人心本无泪,泪的是放不下的太多 十二一句特别靠谱的话,维持有情的你绝对于分寸感 十三放弃与放手的区别,放弃是牺牲本来属于你的,放手是抱下那些从来就不是你的 十四很喜欢这三句话,知人不必严禁,严禁则无有,责人不必苛禁,苛禁则重远,近人不必背禁,背禁则少骨 十五一句话非常好的话,与大家共勉,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 你表现得越卑微,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时有看到一句话,不要羡慕别人比你成熟,是因为,一路走来 他们遇见的坏人比你多,实际心本身不大,千万不要背负太多 昨天的纠结,只会求求你的今天和明天,人生,一定要学会释放 十八不要在小人小事上浪费时间,将军有剑 不担苍蝇,一心,十九人贵有三品,沉得住气,弯得下腰,抬得起头,处理好与人的关系 三句话,看人长处,帮人难处,替人好处 二是不后悔,莫过于做好三件事,一是知道如何选择,二是明白如何坚持 三是懂得如何珍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